敬拜,也许我上个星期跟你讲的敬拜,我也有一系列的讲敬拜的一个主题 你还没有分享上帝的关于之前啊,惯例的跟你讲个小话 有一天,亚当从外地回来,回来找,就看到小话,小话就很生气的问亚当 你到底去了那里,那么晚才回家,你是不是找第一个女人,你外面外头是不是有女人 你知道的也很好笑是吗,当时上帝创造亚当和西亚瓦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哪有第三个女人,女人真是烦啊,为什么说我去找女人呢 亚当就很有幽默的跟他讲,如果我要找女人的话,我的肋骨应该又少了一条 请你说证看我的肋骨还有没有留下三十六条 这故事告诉我们说,所以写信相信信任啊,夫妻之间沟通信任很重要啊 这个故事讲完了,今天要跟你讲敬拜的恢复 敬拜的恢复啊,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十六星传题十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大家跟我一起讲,重修倒塌的章目 重修倒塌的章目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啊,一二三 众先知的话,也以这一字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时候 我要回来重新修建大卫老他的章目,把那坡学的重新修倒进来 教神的人就是团成为我民家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这故事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世的主说的 阿们,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兵你今天早上就释放出你的过瘾 然后我们在领受你过瘾的时候,主要打开我们主灵的眼睛耳朵 让我们能够领受,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来学习敬拜 我们必须要谦卑,不管是在我们信耶稣有多久,还是刚刚信耶稣 我们都要不断的来学习敬拜 敬拜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夫 主要帮助我们每一次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献上最好最完美的 因为我们要讨祢的死缘,主要帮助我们看到这敬拜的奥妙和重要性 感谢赞兵你我们这个报告,奉耶稣神明 阿们 阿们 我认识一个人,二十年前认识一个人 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年轻 信了主不久就很爱主,常常在教会侍奉神 任何有侍奉的岗位,扫地,排座椅,洗厕所,他都去做 然后呢,如果没有服事的时候呢,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呢 他通常都会,比如说,随到假期有两个星期 他都会在拿了大概一个礼拜,或者五天的时间 来进食祷告,来进拜 这年轻人,有一次就在他的假期的时候 他就在家里进拜神 那时候他进食祷告 大概是进食祷告的第三天,第四天 他一往无常的在家里的房间 禁拜,禁拜,下午大概六点五六点的时候 才是禁拜,禁拜,禁拜 一直不断的唱歌禁拜一声,唱歌禁拜一声 到大概七点的时候 七点,七点多 七点要将近八点的时候呢 就是天色暗了 傍晚那道的那个天色很暗了 那你知道,当天色暗的时候 整个房间就是很极黑的 然后他也不愿意起来 因为他不要让上帝的同在 他浸泡在敬拜里面 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不愿意起来 他怕一稍微移动 神的同在就没再离开了 所以他继续来敬拜神 这些敬拜神 忽然间在他敬拜的时候 这个房间有一个大光起来 这个光不是灯光的光 是一个比灯光还亮一亮百倍 不然间很刺眼的 就连他在关着眼睛的时候 也要打开看 有一个光从他前面来 然后从这个光中呢 有一个人走到他的灯前 这个人呢,白色的头发 长长的头发 然后呢,就来到他的灯前 就摸摸这个年轻人的头 摸了年轻人的头之后呢 就拿一个白布 这个白布是四重般的白布 细的白布 靠在这个年轻人的肩膀上 然后之后呢 这个白发苍苍的人呢 又拿一个帐 帐幕 就那些拐帐 给了那个年轻人 给他放在他的右手上 左手给他一个喇叭 这喇叭不是阳脚的 也不是凝脚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 心潮时髦的喇叭 那种的喇叭 金红色的喇叭 除了喇叭之外呢 最后呢 上帝也 就是那个白发 的人呢 也给他一个 那个头威 头威不是救死头威 是那种打仗 那个兵士用的头威 combat的头威 然后这个 年轻人就很惊讶 然后就问 这个白发的人 他说 他就说 主啊 知道 你所给的东西 所有 你赐给的东西 都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叫我怎么用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然后 那个白发的人 就笑了起来 他说 他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笑声 这个笑声啊 是世界上 所有的人 的种儿 都唱不到的笑声 这个笑声 就好像 步步般的声音 这么样 是很 真诚 很 畅怀 你听了他的笑声 你会感染到 其中的死验 年轻人 那个白发的人 就对了年轻人说 我第一个把 什么东西给你啊 然后年轻人就给他说 是那条白骨 然后那个白发 白发的人就对他说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靠你自己的行为 你的善行来行事 你披带的是耶稣基督 你披带的是我身上所带来的你 人家可能看你不配 可能人家认为你不 不相称 但是 你有伤 你的意在你身上 第二呢 我给你是 账目 账目代表全病 我给你这个全病 去带领 去牧养 然后再来呢 给你 老爸 圣经讲 我的百姓 应没有知识而灭亡 My people perish for lack of vision for lack of knowledge 我的百姓灭亡 应没有知识而灭亡 所以呢 我给你一个号角 就是要你吹号 吹号 为什么要吹号 通常有人吹号角 吹号的时候就是怎么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当仇敌敌人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 他就吹号 啵啵啵啵啵啵 就让人家知道 危险来了 紧急来了 要警醒了 另一个用处 吹号的用处是 当我们打圣战的时候 我们就凯旋 凯旋就要吹 凯旋的号角 所以 他就领受了这个 给他这个 老爸 最后 那个人 给他一个 helmet 那个头尾 头尾 不是普通的头尾 是打仗用的头尾 是 然后白法的人 说 我要你训练 预备 给我 一般 能够打仗的展示 当这个联系 这个对话 我所形容的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整个过程 大概不少过二十分钟的 这样的形容而已 他 跟主的一个 经历 亲眼 打开眼睛 看到主的 年孔 包括 他的所有东西 包括对话 大概有二十分钟的 这么长 可是 当这个经历过后的时候 他睁开眼睛 看时间的时候 已经是往上施定了 这说明什么呢 从里面 这说明了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间 跟属灵的时间 是有出路的 可能大概是二十分钟的长短 可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 可能是二十分钟那么长短而已 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已经是经过了四五个小时 然后 这个年轻人就带着这个异象 这个礼拜 整个礼拜 他是充满着上帝的同在 他 他 他 感觉到恩高很重 整个礼拜 走去哪里都好 他感觉到真的很好 然后 因为这个年轻人 才能年轻 他就很害怕 就 像主陶一样子紧张 主啊 所有经历都很好 但是你要给我证明 这是 从主以来的经历 而不是撒旦摸给他一个经历 然后他就 主耶稣就给他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当他回去 打开撒加利亚 看第三章的时候呢 这个所有他所经历的东西 一模一样写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我要把这个经历 这个故事告诉你 过这么多时间跟你讲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呢 我要勉励 我要告诉你 兄姐妹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敬拜 我们能够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同在 进入属灵的境界 可以经历神 今天 兄姐妹 我们 为什么不能感受上帝的同在 不能经历属天的事情 不能体验属灵的世界 问题 不是我们可不可以体验这些经历 而是我们的敬拜 我们不能够享受敬拜到一个程度 进入上帝的隐秘处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花时间来敬拜 耶稣说一句话 耶稣在登山宝庆说一句话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 什么是清新啊 清新就代表着 你的心没有杂念的 你一心一意想要讨他欢喜 你一心一意想要敬拜他 还记得上礼拜跟我讲 真正的拜 敬拜 什么意思 还记得上希腊言文吗 哈 你还给牧师了 Brosconeo 大家 什么是Brosconeo 然后呢 就是来到耶稣的跟前 跪在他的脚下 做什么 Brosconeo 请耶稣的脚底下 我们都是很 很赶时间 看看时间 OK时间到了 我们吃饭了 时间到了 我们 没有真正的Brosconeo 我们一个 一年有52个礼拜 还有我跟你讲 敬拜不是 是一种生活 不是一种的 疑事 或者习惯 很多人认为敬拜只是 礼拜一天来敬拜 礼拜天没有来敬拜 不够的 敬拜是一种生 敬拜是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每一天都没有敬拜 要等礼拜一天来敬拜 难怪啦 你的敬拜出现问题 难怪啦 我们常常没有感受到上路同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礼拜 敬拜一次在教会里面而已 而且这个一个礼拜的 敬拜一个小时半 你又有心情 你有心情又不好 你又跟老婆吵架 你的生意没有 你所有的都很烦恼 你的一个半小时的敬拜 就这么浪费掉了 所以我们常常没有prost 或美后耶稣 所以 今天我要跟你看 今天要跟你看 大尾倒塌的章幕 那为什么要跟你看 大尾倒塌的章幕 这个重要呢 我们也连选歌 我还强调 我要我的敬拜者 要选这首 让我们从前 大尾倒塌的章幕 为什么大尾的章幕 那么重要呢 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都唱 可是从来没有了解 什么叫大尾的章幕 The Tenenaker of David 什么是章幕 我知道美丽姐的章子叫David 大尾的章幕 为什么要叫大尾的章幕 要叫大尾的章幕 那你要知道 圣经里面有两个章幕 第一个就是摩西的章幕 另一个叫大尾的章幕 这就有问题了 什么叫 摩西的章幕和大尾的章幕 有什么分别呢 那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离开了埃及到旷野 到一个地方叫西乃山的山下的时候 上帝说你听过在那边 然后摩西就跑到山上 去跟上帝见面 会面对面的见面 四十周夜 然后就拿十戒使馆下来 那么他在山上呢 就能上帝看到天上所有的白色 天上也一模一样的灰幕 所以呢就把所有的copycat 下来 把整个灰幕都抄了下来 给我们每一个以色列的人 一起来敬拜神 就是有了摩西的章幕 摩西章幕的特点特色在那里呢 他有内愿 他有圣索 而自圣索 明白啊 那大尾的帐幕是怎么样呢 大尾的帐幕是很普通的一个帐篷而已 里面只有一件东西 叫做业柜 The Art of Covenant业柜 里面只放一个业柜而已 那接下来我会更详细的解释 让你知道这个分别 那我想问啊 在我们当中啊 信主超过二十年的有没有 可见不多 信主有十年的有没有 也没有 五年的有没有 大概也是有看到 所以你看到啊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 信主久的人啊 有两个状况 信主你信仰耶稣来到教会来很久了 有一个状况 就是你 第一个状况就是你很爱神 你很认识神 你愿意为主付出一切被死的教 他信主 哇 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 很好的属灵的一个长辈 那不然呢 如果你信耶稣 没有这样的状况呢 你可能就是一个 我常常讲 这些老不死的 OK 来宰教会 来的教会很久 可是生命又没有改变 不仅没有帮助 还常常盼导人的人 所以你看呢 敬拜 是什么 有一个牧师 我还记得有一个牧师 曾经来我们教会讲过 敬拜 杀死你 很strong的话 他意思说啊 如果你越敬拜了 上帝就把你越杀死 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大伟的章目 我要看你的敬拜的生命和敬拜生活真的有影响你呢 就是你的敬拜越深 上帝把你杀了越深 你这个你啊 这个自我被杀掉了之后 你的人就被洁净 被成圣 被改变 成为上帝喜悦的 今天我们讲大伟的章目 我们如果你了解圣经啊 在圣经里面啊 大伟是一个和服神心意的人 对吗 上帝很喜悦大伟 很喜悦大伟 如果你读圣经 从旧夜到新夜啊 你会发现到 上帝在寻找人的时候 他不会寻找一般的人 他也不会寻找一群的人 上帝在他用上野活的眼目 不视为观看寻找 呵护他心意的人 上帝总是找单帝的一个人 他会找一群的人 所以呢我要强调要讲的什么 原来啊 敬拜是一个很个人活的事情 是一个人的事情 你的敬拜不关于你来教会啊 有时候有些人跟我讲 今天敬拜真糟糕 那个领敬拜的很 唱的不会唱的 唱肿调 那音乐不对 就不关事的 敬拜是很个人活的事情 是你个人的心 和个人的心态来找耶稣 最好跟大卫被上帝选上 当撒母耳去找 去到大卫的家庭 找他的爸爸的事情 爸爸就很努力的推荐 所有的哥哥 七个哥哥 我都能打仗啊 都告大卫奴 从来不推荐最小的儿子那位 他会太年轻了 太小了 他什么都不懂事 他只会牧羊而已 他只会牧羊在山上牧羊而已 可是先知上路说 不要 你还有孩子吗 把他叫过来 你看上帝在选人的时候 在寻找人的时候 不是看外表 常常我也从我的牧羊的生活里面看到 上帝通常选择人啊 选的都是人瞧不起的 不是在教会有很高的被承认啊 被认识的 都是那些不起眼的 如果我看我自己本身呢 我从在教会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在教会 我都是坐那个 乙打楼 开来飞的东西的 人家不 因为我觉得没有压力 扫地 还坐椅 插玻璃 我不会跟玻璃讲 不会跟玻璃吵架 不会跟鱼子吵架 多好啊 多高兴 洗厕所 跟厕所会吵架的 还会这样 每周 每周 一路遥 越差越爽 可是 我从来没有想到上帝会把我放在他的位置 我也没有想到上帝会把我提升上来 我要讲的是什么 原来庆拜跟你的服侍 跟你跟上帝的关系 是有直接 困执 是他的意思的 今天 大尾是一个和服上帝的基睿的人 人选的不是神选的 阿们 大家讲一下 人选的不是神选的 人选的不是神选的 今天 你找到上帝了没有 上帝找到你了没有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来我们来看看大尾的章目 各位大尾的章目 第一 是大尾建立的章目 大尾的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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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大尾的章目 如果是麦可建的章目 就麦可章目了 明白吗 ok Next 是临时搭建的章目 章目的中间摆放这个业柜 一个业柜 摆放这个业柜 然后呢 章目的周围充满着敬拜赞美 然后呢 是24小时不间断的敬拜赞美 然后是由四千叶手和二两百八十八个歌手组成轮流之外 然后呢 每个小时有十二个人负责敬拜赞美 所以说 昼夜不断 早晚不停的敬拜赞美 这就是大尾的章目的特色 大尾跟摩西的章目的分别就是 他简单很多 直接战魂就能看到神的同在业柜 然后呢 他组成大尾跟摩西的不一样 就是他组成了 他设立了敬拜的新次序 他看重的是敬拜和赞美在上帝的会幕里面 为什么敬拜赞美的章目 因为他代表着神的同在 他组成了至业不停二十条神不断的不断的敬拜 还有四千的夜守在那边stand by 有两百八十八个歌手来那边敬拜 可见大尾的声音 里面最深的就是给上帝最好的敬拜 请问这样看来大尾的章目 我们有多少次有大尾章目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 我们要重建 重新修建大尾到他的章目 很多人的生命来到教会 可是他不把敬拜看为最重要 大尾和服神的心意的人 他把敬拜选为最重要 生命中最重要的宝宝 而且在敬拜里面他付出那么多 他安排那么谨慎 那么细心 还要伦班 还要二十小时 还要有职业不停的敬拜 所以我们要重新修为大尾到他的章目 我必须来看章目建立的过程 今天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大尾在大尾曾为自己建造空殿 因为神的业会 预备地方 知大战的 那时大尾说 除了另一位人之外 无人可抬神的业会 因为耶和华卷卷他们抬神的业会 且永远侍奉他 阿们 圣经讲什么呢 圣经讲大尾的章目的产生是因为大尾很爱神的引路 他很爱神很爱慕 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来讲敬拜的目的是什么 敬拜的目的就是为了爱慕 爱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敬拜更能表达你对神的爱慕 不是坐招待员 不是抬椅子 不是扫地 不是插窗 那些人都 当然这些服饰都很重要 但是 直接更衡 直接的爱慕 表达你的爱慕 唯有在敬拜里面 将你最深的爱 圣经上帝才能够 所以 为什么要大尾的章目 因为 爱慕 因为很爱神 然后我们来看大尾怎么来做 这就是 他们用 用根据圣经的描述 他们就做一个版面出来 大尾大概是有用这个 这个布 蓝色的布 包围就是这个章目 然后里面就有这个叫做夜会 他问起来 大尾在大尾城 为自己 天方皇宫 又为神 而夜会 一对地方 吃他餐餐 大尾被夜会安置 然后 夜会代表什么 夜会代表神的同战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会极度的需要神的同战 看重神的同战 这讲明了 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 会失败 遇上很多的问题 不如意啊 灾难等等 因为他们本末导致 他们总是追求一些对上帝而言不重要的事情 你假如你一辈子只追求金钱与同战 难以关系与同战 明以与同战 你就会彻底的失望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容易也与你同战 假如你把神当着你的目标 把神当着与你同战的目标 你就很成功有缘了 保罗说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If God be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大尾告诉我们 他很渴慕神的同战 所以为什么 大尾的战独的重要 因为他代表了神的同战 今天 在大扫罗的时代 就是 大尾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 在扫罗的时代的时候 神的业会是不被看中的 大尾的心和扫罗的心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尾看中神的事情 今天神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啊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位置又是怎么样的啊 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位置啊 神是你的第一位吗 还是最后的位置 为什么要重建修造大尾到他的战独 因为大尾把神的事情放低 Amen 很多人啊来教会 可有可无 哎呀不要紧了 赚钱比较重要 礼拜天啊 没有办法啊 老板叫我做工 我也没办法 所以你 你看那些人啊 忙忙碌碌 劳劳劳 他们还是一直在忙 可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把上帝 看为重要 把上帝的事情放为第一的时候 他不用这么劳劳 有些人不能过就是不能过 他一直还在颠簸 在生活上挣扎挣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不能去生活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大尾怎么来找夜会 大尾找神的夜会 我们一起来聊聊 他们讲神的夜会 从港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萨和阿西叶 赶着新车 他们将神的夜会 从港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叶在台前行走 大尾尔以色列的全家在前 用凶物制造了各样业绩 请色谷把罗做乐调舞 到了哪等的河场 因为牛是前提 乌萨就身走不住神的夜会 神也我向乌萨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夜会旁边 看到没有 上个月一半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 自由敬拜是可等的恩典 在旧业里面 你要敬拜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来的 我们今天的敬拜的心态是可有可无 挨买挨买这样 可是在就业啊 要敬拜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来的 敬拜杀死你啊 那个牧师讲的几点都没错 我会讲讲一个背景 为什么业会 为什么业会 大尾要寻找业会 那么努力的寻找业会呢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台埃基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西乃山上 上位一指示摩西建立一个会幕 以便他们可以寻求求问业华 侍奉业华 摩西根据上帝的要求 把会幕建立起来 可是百姓不可以随便敬拜业华 他们只能一年一次进入敬拜 在内宴来献祭 由大祭司代替他们敬拜业华 而且前来会中之前 必须解禁自己才能进入内宴 你想一想他们有多可怜 他们只有一年一次敬拜 他们也只有一年一次认罪献祭而已 我们每天都在犯罪 罪孽如此深重 如果一年才捷径一次 我们真的是很可怜 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必等一年一次 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可以随时随便进入自圣所 求联名求赦免 假如是一年一次的祸 我们就很惨了 因为每天都在犯罪得罪的犯罪 第二他们不能亲自敬拜和宴祭 他们要大祭司来代替他们 来做代表 大祭司进入自圣所的时候 要绑着玲珑 进入自圣所 万一不 如果玲珑没有响的话 就要把整个人拉出来 为什么 他被上帝杀死掉 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恩典 我们仍然在犯罪的时候 我们没有敬拜一半倒在地上 我们没有死掉 我们犯罪敬拜神的时候 仍然没有死 他们有何等的爱我们 恢复罪里面的场所是自圣所 而自圣所里头摆放 只有一个物件罢了 这物件就是业会 所以敬拜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业会 业会是所有敬拜里面最重要的 因为在敬拜的时候 业会在业会中间 上帝才显明他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求问耶和 为什么叫业会 业会就是他代表上帝与人之间的业定 蒙业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是我的百姓 我是圣洁的 除我以外别无他成 担当事奉他 这就是以色列和上帝定下这个永远的业定 也就是这么样的业会代表神的同在 也提醒以色列百姓 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 和世上万诸万般分别出来的 以色列百姓跟外其他的人不一样 因为他们标志着是上帝的百姓 为什么是上帝的百姓 因为他们拥有神的同在 重点来 也会在耶稣亚的时代 丢掉了 遗失了 为什么会不见去呢 因为会不见去呢 故事就要回溯亚伦 亚伦 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代的大祭司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放任他的孩子 两个儿子 去不遵从耶和所定的规格来献祭 向上帝耶和献上烦火 然后就得罪了上帝 直到耶稣亚的时代 业归只是变成一种形式 变成失去了原本的时机 以色列仗着业归 跟他们四周围的仇敌打仗 每次去打仗的时候都带业归出门 把业归放在前面 然后呢 上帝都很幸福让他们打赢打胜仗 从此以后呢 每次打仗都要带业归出去 因为他代表上帝的同在 所以呢 因此以色列人已经忘掉了 真真真真真意义的神的同在 就拿这个业归当着附身奴 每次去打仗就拿业归在前面 上帝直到被打赢 上帝厌防他们的所作所为 在一次的战争当中 上帝让他们全军覆没 那一天他们被打败的惨重 总共死了三万人 更糟糕更洪荒的是 他们把业归弄不紧了 从此他们就失去神的同财 从这里会随时到什么时候 尽管业归是很重要的 尽管业归代表神的同在 神的见证 神同在的代表 当人不把神的同在看这一回事的时候 上帝宁愿放弃着业归 上帝宁愿收回祂的见证 收回祂的同在 现在什么情况 摩西的章目仍然留在业归和不见的 所以为什么大伟的章目比摩西的章目更重要 为什么大伟的章目比摩西的章目更有价值的意义 大伟就千辛亏苦地 敬拜神没有了 神的同在 是怎么来敬拜神的 上帝离开了 敬拜就成为一个空壳 可是今天的教会 许多教会都是这么样的 唱唱歌跳跳舞 敬拜神 可是没有神的同在 为什么敬拜这么重要 敬拜一定要有神的同在 为什么大伟要千辛万苦在 从在仇敌 在非利斯人的手中 抢回这业归回来 经过一百年之后 上帝找到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是 呵护上帝心理的人 他就是大伟王 大伟非常客户神的同在 他知道敬拜没有神的同在 根本不是敬拜神 当他登上王位之后 他客户特意地去寻找神的业归 只有这个人 因为很爱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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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人 貌似在仇敌的人的当中 把一位抢回来 因为他知道敬拜神没有神的同在 只是点唱卡拉OK而已 为什么敬拜神重要 为什么我们生活的敬拜很重要 因为敬拜代表神的同在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神的同在 我们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为什么我看中敬拜多过一切 我立刻如果一个好的敬拜 我根本不用讲到 神的同在已经降临了 为什么我对敬拜那么多要求 为什么我对敬拜那么多挑剔 因为他代表神的同在 尽管新港教会 小教会 但是,小教会也是要有神的同在 Amen 达伟进入非利斯人的政宗 夺回神的业会 未来途中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看 我们听的新闻 本来啊 原编本本是一个很高兴高兴的事情 迎接神的业会回来 达伟隆重其事 敲楼打鼓做这件事情 有业队有可能唱歌 欢迎神的同在 欢迎神的见证 但是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 由喜事变成伤死 耶和华净杀了物杀 为什么上帝会放我 因为圣经曾经 上耶和华曾吩咐摩西说 业会必须要用人手抬的 只有像非利斯人那样的外邦人 用牛车载他的神 你看到吗 大卫用外邦人敬拜假神的方式 来敬拜神 上帝发明 大卫用外邦人的上司把神的同在 带进以色列 你说上帝会不会至少 在我们这场生活当中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自己的条件来敬拜神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条件来敬拜神 我们常常说 假如神啊 祢祝福我 我去怎么样怎么样给祢 像吗 我们以前拜祂共一天 那时候我心里当中 我买胜贼而鲁 我买胜阿鲁 胜贼而鲁 有时候我们心态是这样的 我们要修上帝先拿 我们才愿意给 这种敬拜是上帝最讨厌的 因为我们不配 跟上帝谈一条件 我们本不配的 我们本在上帝眼中 我们是一个催人 上帝用他儿子的宝血来使劲我们 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敬拜是很重要的 不能用条件 可能在人的眼中 你讲的句话是很感动 你很有心哦 只要祝福我 就为上帝做这个 做那个做那个 听了很感动 在上帝的耳朵里面 听了一点都不感动 因为上帝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在上帝 你还没有被上帝祝福 还没有好景的时候 你都不会敬拜神 你不要告诉我 你好 好景的时候 你会敬拜神 你可能把上帝忘了一干二净 所以为什么一些人 到今天得不到上帝的祝福 因为上帝太了解你的 心态我们要调整一下 我们敬拜不是要得到祝福 我们敬拜是因为我们要 强调要渴望神的存在 阿们 阿们 上帝对大卫说 我起诉外帮人的神吗 你竟用牛车来载业柜 大卫在这里 这里大卫符合上帝的要求 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还记得他个礼拜 敬拜他吗 他没有将自己的错推给别人 他没有在人的面前 验遮验自己的罪 也没有在上帝的面前 假装圣洁 所以他是一个和服神的心理的人 他来到上帝里面 上帝啊为什么你击杀不杀 上帝就起诉给他 你不能用牛车来载我里 你一定要用冷台 最后 大家有神同在有祝福 有神同在有祝福 我们要祝福 我们要祝福却不要神的同在 很可怜 难怪啊你得不到神的祝福 你必须要克服神的同在 就有神的祝福 阿们 那里有神的同在 那里就有神的祝福 许多人要神的祝福 却不要神的同在 许多人要礼物 不要那个赐礼物的祝福 这个很伤口 今天我们要重新修悔 重新建造倒塌 把我的祝福 今天我要跟你讲 这敬拜的恢复 第一 重新倒塌 重修倒塌的祝福 重新倒塌的祝福 基督克服神的同在 基督克服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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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祝福 有祝福 那我们一起来敬拜神